要數西營盤最搶眼新貴 一定要數三層高意大利菜 Casa Cusina & Bar 意大利單詞Casa 是有家的意思 在這裏的確有那種舒適的家居氛圍 以柔和的藕粉色 拼散胡橙色打造 加上貫穿各區域的白色木樓梯 到處都是打卡焦點 坐在樓底極高的半露天酒吧 下午三至八可以看著街景HAPPY HOUR 非常寫意 40元起就可以享用到各式雞尾酒和紅白酒 中層的一邊是極富藝術氣息的用餐區 而樓梯另一邊可以同時欣賞到大廚表演 也坐擁180度無敵視野 由紐約回流香港老闆兼總廚Anthony 曾經跟多位升級大廚學習 也曾於香港不同的高級酒店任職 例如米芝蓮異星法國菜Amber Ecasa的菜式創作 也加入了意大利小食文化 再融為香港地道風味 看下它這麼努力地手製闊臉 原來是要準備炮製這道招牌菜 將鴨肉撕開後 加入意大利番茄醬和烤鴨汁 慢煮5-6小時 還加入了雞肝凍、芝士和法國黃葡萄酒 當然少得巴馬臣芝士水 雖然是肉醬 但仍然可以找到大量鴨肉絲 加上Anthony的手製闊麵非常好吃 分享前菜份韛式中 主要是用了海鮮入炸 北海道帶子切成薄片後 配上清新開胃的菠蘿、柳子、橄欖油和豆扣等調味 再以農蔬菜點絕 味道酸甜又清新 大廚用了雪魚柳 取代傳統意識食譜上 用上一整條魚 黑雪魚煎至香脆 但又嫩又彈口 配搭車尼茄和麵包一起吃 口感豐富 釀滿食材的鮮油 當中的特製麥魚汁 亦用上港式魷魚乾煮仔 咸香鮮味更添層次 混合菠菜用的蘑菇烏飯 放上經焦飯牛油煮成的蘑菇泡沫和靈芝菇 是素食者的必點選擇 連甜品都融入港式風味 靈感來自豆腐花 更刻意減少了魚膠粉 吃得更軟滑 臨上以黃糖和淡醬油製成的糖漿 沒有維和感之餘 還十分够 最後又點小得 意大利經典甜品 Teremisu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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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